10月28日 台媒曝光出大S夫妇私下聚餐的画面 露面的大S胖了不少 小腹隆起明显再次被移怀孕 画面曝光后引发热议 当天露面的大S打扮低调 穿着一件宽松的条纹长裙 头发乌黑发亮 不过发福明显 整个人显得十分圆润 据俊悦同样穿着条纹衬衫 外加一件背带裤 两人情侣式的打扮十分抢眼 据台媒报道 此次两人是单独外出用餐的 被网友偶遇后亲切和众人拍下合影 值得注意的是大S不仅身材发福 肚子也突出明显 看上去比聚俊夜的还要大 画面曝光后引发热议 虽然有人认为大S的状态是幸福肥 但更多的网友则猜测大S已经怀孕了 其实早在之前就曾有大S怀孕的消息传出过 多家媒体报道大S怀孕快三个月 更有媒体爆料 据俊夜的妈妈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一天打三个电话表示关心 而这样的传闻在7月份时也出现过 当时消息闹得沸沸扬扬 大S的妈妈也出面发声回应 直言拜托冻冻脑筋好吗 表示现在怀孕对大S的身体来说是无法附和的 而女儿的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有关大S的身体状况 S妈也多次受访回应 表示女儿有癫痫抑郁 甚至心脏还有一些问题 而大S为汪小飞生二胎时就曾遇到危险 后来也留下了癫痫的后遗症 2018年大S还曾因癫痫发作 在家中昏倒 被紧急送往医院 回看大S和聚俊叶的这段感情 3月8日 大S突然毫无征兆地在社交平台官宣二婚的消息 全网都倍感震惊 虽然当时夫妇俩热度极高 但大S一直不愿正式露面 不过期间也断断续续被曝光过私下的状态 其中还包括两人的结婚照 期间大S每次露面都会被赞状态好似少女 无数网友都表示大S二婚后回春了 虽然夫妇俩不曾同框营业 但热度一直不减 直到9月份大S正式复工 再次被赞美出新高度 随后大S聚俊叶正式以夫妻的模式合体营业 两人还登上了某杂志的封面 每张照片都甜度超标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 大S也狠狠地秀了一把恩爱 夸赞老公的脾气好 一直很包容自己 讲这段话时大S也全程面带微笑 一脸幸福 如今两人的这段婚姻 也从一开始的被质疑转变违背祝福 虽然大S是否怀孕未可知 但抛开她的身体状况 46岁怀孕本身就有着很高的风险 或许大S发福真的只是幸福肥而已 无论如何 还是希望他们两人能够一直甜蜜下去 也期待夫妇俩能够多多同框露面